早上不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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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傻眼的 很嚇 樹多被有故事 很多都被有白癡 翻白眼改不回來就實至名歸 改不回來就很尷尬 走上不歸路 因為現在大家都常常走上不歸路 就很白癡 就是為了吃 然後就改比較歸 我覺得攀小片那種感覺吧 那時候你跟朋友講改名字 然後全世界都 你的朋友都知道 你為了這個改名字 真的蠻瞎的 為什麼要改這個鮭魚 人就一盤壽司而已 在戶口名簿上面就有記憶 直直直直直都看得到 跟鮭魚一起過一輩子 我一定要選同鮭魚鏡 吃起來同鮭魚鏡我可以 吃起來同鮭魚鏡我可以 因為還有改名的機會嗎 你看到這新聞的時候 第一個感覺是什麼 也想改 你也想看 為什麼 吃完再改回來 應該沒人叫鮭魚吧 可是為了這個 我都想改名叫鮭魚了 河牛醋銷 為什麼 為什麼 它如果有河牛醋銷 我就改名叫河牛 等一下說不定有河牛醋銷 我覺得河牛很好吃 可是平常吃起來很貴 對啊 這邊有一個河牛可以吃 我也是滿喜歡吃牛肉的 河牛比鮭魚更吸引你是不是 對啊 我比較喜歡吃牛肉 應該會有這個吧 哪一個 河牛 因為感覺現在瘋狂的人很多 為了能吃免費鮭魚 全台灣現在至少有135個人 改名叫鮭魚 辮子妹直接發現 大部分民眾選的是選項三 翻白眼啦 改不回來就實至名歸了 但是其實也有人選的是 吃起來同歸於盡我可以 好 為了吃免費鮭魚 你願意改名叫鮭魚嗎 留言跟我們說 你看看 你看看 這是什麼